我們先來那個拼城市場這邊換錢 超多人,因為門這邊有開兩家 結果那家就沒有開了,然後剩這一家 然後看,喔!今天真的超多人都來換的 然後去看今天匯率有多少 因為我們拿那個美金來換的 那我們大概換了美金 今天美金的匯率就是表 然後我們就換了美金 然後它會有上面的匯率 然後不管你什麼匹別要換的話 它上面那個顯示的鏡頭會不一樣 那我們等一下去吃一家在路邊的烤肉麵線 因為就是從那個冰城市場那邊走過來 這邊是賈茄街這邊轉個彎過來 然後就可以在路邊這邊 那邊是那個高島屋 那旁邊就是這邊會有一家那個烤肉麵線 就每次進入都還蠻多 只是它路邊就是不知道衛生如何 但是我們還可以來吃吃看 然後他們就是在對面烤完肉 然後再把東西來這邊來組合 然後在那邊可以看到很多那種醬汁 辣椒醬啊,蒜頭 然後還有橋頭醬,魚露醬 然後來這邊做一個組合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好了 因為還蠻好奇它味道的 然後他們烤肉就是在旁邊現烤 又烤完肉這邊還有一個在那個峽 就是把那個烤焦的地方把它給剪掉 就送過來了 喔,它那個烤肉米線 它也是那種醃黃瓜 醃小菜類的 醃菜頭,白菜頭 然後花生,烤肉 烤肉是這樣子 烤肉是一串一串的這樣子 不是一整片的 不是那種大片 然後這邊還有炸肉捲 就是米子捲起來 然後加肉 然後下去炸的 看起來蠻酥脆的 然後下面就是 米線 還有生菜 這邊 生菜都在下面 然後米線在上面 米線分量沒有很多 然後它會再配上一碗這個醬汁 魚露的那種辣椒醬汁 應該是甜甜辣辣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吧 我們先來吃看這個烤肉好了 小小片 它醬汁沒有很甜耶 就還OK 我像外面有些烤肉 它的那個醃料會比較甜 偏甜一點 然後來吃吃看這個肉捲 先不要沾醬 它還蠻酥脆的 就是餅是脆脆的 然後肉沒有特別那種 杏臭味 然後裡面調味也還好 來沾一下醬 它醬有點辣 但是不會偏甜 就是有些魚露這樣 它會調比較偏甜 那它的會 辣味會比較多一點 那把它加到那個麵裡面去 原則上就是吃多少加多少 好 你可以全部倒下去 把它拌均勻就好了 那我來吃吃看吧 因為它下面是生菜喔 它不是那種燙熟的菜 所以如果不敢吃的 可能就是先PASS了 嗯 那不錯 就其實他們這邊的越南的 拌米線啊 都真的是很清爽 因為它下面都是有生菜嘛 然後配上那種魚露 就是加辣椒那種酸酸甜甜辣辣的 就非常 就在炎熱的天氣就是 就是很舒服 然後這上面他們 還會再撒上花生碎喔 所以 如果可能有過敏的人 可能要先跟他們說一下 然後我還另外澆了一杯 然後我還另外澆了一杯 冰茶 不知道多少錢 等他結帳來問看看好了 我們再去那個 Conserval吃一下那個 配下咖啡好了 休息一下 我剛剛點了一杯 拉丁還有一個葡萄乾的 丹麥麵棒 然後他現在還有三個那個 閃電泡芙 三種不同口味的 OK Thank you It's OK 看他的三個不同口味的泡芙 就蠻可愛的 好像一個是抹茶的 抹茶口味的 然後 複盆子口味的 還有一個是白香菇口味的 像有出這種 三種口味的泡芙 而且是那種 聖誕節造型 蠻可愛的 看在上面還有雪花 然後這邊那個拐杖堂 然後這邊紅的 然後加上那個彩色的堂珠 超可愛的 大家吃看看好了 這邊燈光不是啊 但是顏色是那種鮮紅色的 燕紅色的 嗯 它裡面有剩那種 果醬餡在裡面的 就是奶油跟附噴汁 再來吃看這個 白香菇口味的 也是有餡在裡面的 來吃這個 抹茶雪花口味 可以吃得到抹茶味 就還好 但是不會很濃那種 然後我 要吃到那種 原來吃就還好 我還要吃到我的 看會跑了 我還要去吃 來吃就吃了 我覺得挺好吃的 然後會吃了 這次我正進到 看會 很美味的 明明 很美味的 這是 你們購買的 哇,那靠子 那等一下要跟朋友約在一郡的點都德 等一下去聚餐一下 所以現在就從日本街走過去 今天天氣還不錯 現在最近都還蠻常看到那個雙層的City Tour Bus 有沒有坐過耶,太熱了 我們等一下去那個 這個也是一樣是高島屋的點都德 因為點都德在四郡好像有兩家吧 一個在一郡就是喜來燈對面 一個就是在高島屋上面 那朋友好像到了 然後另外一組朋友還在等坐車過來 那我就要先走過去那個高島屋那邊 大家在一起會合好了 今天是沒有這麼多人的空間 我們是有吉利的大陸 到洋房金路 那就是看到是重磁房間 那就是宿舊 那就是一個重新的位置 我是有吉利的高島屋 我們是在住的不久 我們是在住的地方 《洋獨立場》 我們是在住的地方 其實不是住的地方 我們是在住的地方 我們是在住的地方 我們是不住的地方 我們是一家庭 在住的地方 坐手幅踢上去到L5 上面就有Full Piece還有點鐵達 然後那邊是Momo Paradise 就還好沒有很好吃 今天人影響還是很多 不管是Full Piece還是點鐵達 超多人的 就這一點 走吃啊 走吃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